下面他舉大致道論 這段我們將它讀一讀 涅槃法無償 法治之是涅槃 不從他問 亦將度眾生 凌治涅槃 如諸法中涅槃無償 眾生中佛亦無償 服辭 慈戒 禪定 智慧 教化眾生 一切無有與等者 何況能過 孤魂無償 無償是無辦法超過它 佛菩薩用什麼教化眾生 戒定為三河 次階就是戒律 禪定 智慧 佛用戒定為三河 釋迦牟尼佛新行言教 後世 特別是我們現前 現前去哪裏找善知識 找好路事 自戒 持戒 修定 講經 教學是智慧 智慧從哪裏來的 從禪定來的 定從哪裏來 定從戒來的 於是我們就知道 無戒就無定 無定就無畏 它只有妄想 它無自慧 這一條 我們就學到這裏 再看下面第八條 靜影所裡頭講 能善條福眾生 命 調與 丈夫 都是幫助眾生的 善條福眾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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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禮臭丈夫 婦條丈夫 顧好抒為 調與 Allahu 自己是 大丈夫 大丈夫是专称有德行的人 自己成就 然后帮助人 人家亦是丈夫 亦是《华言经》所说的 一切众生本来是佛 你看 佛教化众生敢不敢轻视众生 这种心态好啊 知道一切众生本来是佛 他现在是凡夫位 只是迷失了自性变成凡夫 你看他的本性 本性是如来 本性是佛 这就是知己丈夫 福调丈夫 佛教化众生 教化对象 佛眼是平等的 凡夫心中有高下 佛高高在上 望尘莫及 所以生起恭敬心 佛在上面看下面 下面个个都是佛 只是一时迷惑 生起 无缘大慈 同体大悲 要帮助那些人 永远离开虚妄 烦恼是虚妄 六道十法界 是梦影 佛说得好 一切有违法 如梦幻抛影 要认识梦幻抛影 不要执着梦幻抛影 你才能在梦幻抛影里面度众生 那些众生本来都是佛 佛眼之中他现在还是佛 佛眼之中 那个教化众生的人 有这种心态就是菩萨 他过悟了 为什么学生对老师要恭敬 对老师恭敬 不是老师要求他恭敬 你要对我恭敬 你不恭敬我就不教了 不是这样的意思 是 性教 性言教学 心理教学 最重要的是 要有真心 真情心起作用 就有恭敬 真情里头绝对有恭敬 恭敬 恭敬 你才能得受用 你才能懂 真听懂了 听明白了 没有诚意 耳边风 听不懂 你不会接受 老师就不教你了 真正有恭敬心 印光大师常说 一分恭敬 一分恭敬 得一分利益 十分恭敬 得十分利益 那些经教 智智俱俱 有无量意 那要用什么 用最深沉的恭敬心 你全都得到了 为什么 六祖大师听五祖说 金刚经会开悟 我们这些人念金刚经 有人念一世都不开悟 六祖的根性 和我们的根性有差别吗 讲真话 没有差别 没有差别 为什么他听不懂 他继入不了 恭敬心 失去了 恭敬心的反面 就是傲慢 有些人傲慢 他自己不知 你如果说他傲慢 他不高兴 而且怎么样 他不承认 这种事实太多了 我们见得太多 如果太多了 是真的 不是假的 所以圣学 圣言的学术 中国传统文化是圣言教会 四副传书 是圣言 几千年 累积下来的成就 他是法宝 他是真实智慧 留给后人 后人凭什么来接受 凭真誠恭敬 印祖说 一分成敬 你得一分利益 十分成敬 你得十分利益 万分成敬 你得万分利益 你能得多少 完全看你自己用的是什么心 这样才重要 我们看下文 还是跟着这句的 是合赞里头说 若具四法 执名丈夫 这部注解里面讲得好 要具足 下面讲的四法 何等为四 第一 近善知识 亲近善知识 第二 第二 能听法 具足 真诚 恭敬 专心听法 第三 思维二 听完之后 有所启发 真听懂了 最后 如说修行 你听懂了 要落实在生活上 要落实在工作上 要落实在处事代人折末 你真做到了 这四个条件 来佛子 那三个念佛往生的人 他们都做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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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三个念佛往生的人 这就称为丈夫 又会所若 畏惧大丈夫力用 力是能力 用是作用 大丈夫是谁 诸佛如来 我们对佛专称为大丈夫 他的力用是什么 是教学 二书种种诸法 跳伏 祭遇一切众生 一切众生根性不同 所以佛能讲一切不同的梵门 到不同根性的众生 众生有八万四千烦恼 佛有八万四千梵门 来帮助你 断烦恼 成就你的定位 令你救染得大涅槃 救 救是污染 能力恢复清静心 小成得偏真涅槃 大成更要离更微細的救染 陈沙烦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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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等亦应化道 何以独标丈夫 女众 无论在家出嫁 有讲经 有教学教化众生 为何经常独称丈夫 知道论说 若说丈夫 二根 同居男女二者之根 无根天艳及女尽涉 故说丈夫 所以这里讲的丈夫 包括女众在此 不孟子男众 不是尊子男众 女众 着葡萄乙登台讲经 愿大丈夫相 所以廉牢在後面總結說 蓋惠命為丈夫則可蓋涉婦女 毛巾及胰巾等人 所有人都包括在裏面 不婚男女 下面第九天仁氏 靜影疏弱能以正法 更婚天仁 命天仁氏 六道裡頭 唯有天道人道 善根深厚 容易接受佛菩薩的教誨 另外三道比較困難 畜生 如廁 餓鬼 葉松 地獄 極苦 極苦 佛菩薩在裏面 只能道 有緣 有緣是善根深厚 有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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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無緣 造作 重聚 而墮落在三圖 有緣 不容易接受 我們不要講六道 就用人間來講 在人間遇到好老師 善知識 講經教學 有緣 畢竟 真正來學的人 少 還有很多人 不見不聞 道場就在面前 他不去 他應不來聽 廣經道場就在隔離 他就不來 喜歡來聽經的 他要坐幾個鐘頭車 才能到的 他還要來 以前 我們年輕的時候 跟李老師 李老師講經教學 一個星期一日 星期三 每個星期三 夜晚講經 從台北來的 從高雄來的 是專門來聽經的 聽完 他們就坐火車回去 這麼遠距離 他都不放棄 老師一個星期講一次 他可以連著來聽 一堂都不缺 如果天天講 他沒有那麼多時間 可能會缺貨 缺貨 他興趣就提不起來 所以老師善巧 我一個星期講一次 你一定會將時間安排好 不妨為你聽經 老師在台中三十八年 三十八年如一日 我們那時 智慧未開 智慧如果開了 我就勸老師 有辦法 老師可以每天講經 講不同的經 星期一講華嚴 星期二講法話 星期三講無量壽經 喜歡聽哪一部經 每個星期他都來聽 他就會接得上 如果什麼經都喜歡 你日日來 這樣佛法就會比往年更興旺 經真的要天天講 天天聽 雖然不同的經 宗旨絕對是一樣的 都是幫助人破迷開悟 這個是每部經共同的宗旨 所以能以正法跟 天人兩度的眾生 會疏弱 所有天上人間 魔王外道 色泛天龍 色戒歸名 歸名就是歸醫 依教奉行驅作弟子 顧好天人士 確實 世磚當年在世教學 我們肉眼見到的是凡夫 我們肉眼看不到的 有天人 有鬼神 還有魔王外道 那個魔王是指 他化自在天 有凡天 有天龍百步 那些大眾 他們都來聽 所以稱為天人士 又合讚藥 諸法 雖為一切眾生 無上大事 諸眾生眾 為天與人能犯 無上大菩提心 事故好發為天人士 這裏是單就發大心的人 六道裏頭 只有天人能發菩提心 菩提心 菩提心 就是成就眾生的心 要以清淨平等 沒有執著 沒有執著 沒有分別 對一切眾生平等看待 這就叫大菩提心 幫助眾生 幫助眾生破迷開悟 佛陀教育的目的 是令一切眾生離苦得樂 是否從哪裏來的 從不來的 不了解事實真相 將事實真相 想錯了 看錯了 於是說錯了 做錯了 這樣一身業障了 業障就是這樣造成的 如果你將它看清楚 看明白 你就可以不造業 業有善惡 善業三善道果報 惡業三惡道果報 六道是我們自己心 起心動念辨現出來的 自作自受 如果了解事實真相 行善 不著行善的相 心上無 心上只有阿彌陀佛 將行善的相忘記了 斷惡認不著斷惡的相 心裡頭只有阿彌陀佛 除阿彌陀佛之外 什麼雜念都沒有 什麼妄想都沒有 這就絕對得生 極樂世界 靜土法門 念佛往生 從這裏建立的 靜土法門 求生靜土是無上菩提心 為何 生到極樂世界就做佛了 穩穩穩當當 不會退轉 一生成就 沒有再比這個法門更直接更穩當 而且成就這麼高 找不到了 所以稱佛為天人士 後面一段 第十佛誓尊 是將佛與世磚合起來 成實論等 小成論 開為兩號 以佛為第九號 世磚為第十號 金伊列盤經 在這裏集著伊列盤經 列盤經將佛世磚合成一個 第十號 佛者各也 智覺各他與各門 智覺幫助人各誤 以智覺和各他都做到圓滿 這樣就成佛了 智覺各他未圓滿是菩薩 是佛 原滿就稱為佛 又合讚藥 佛者明覺 既智覺悟福能各他 譬如有人覺知有賊 賊無能為 合讚這裏有個比喻 是比喻覺的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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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定會認為是那個賊 他不單止不敢下手 他還來做警察 為什麼呢 如果有人偷東西的時候 會賴在他頭上 所以他會照顧人 這個比喻覺很有意思 有佛明知者 佛陀 佛陀 秦言 知者 秦言 就是中國話 因為那時大智道論 是高摩羅十大師翻譯 羅十大師那時 住的地方 是秦國 要秦時代 所以稱為秦言 知過去 知未來 亦知現在 佛有自慰 過去現在未來 三世他通通知 這裏舉個例子 眾生數和非眾生數 佛都知道眾生有幾多 佛都知道眾生有幾多 非眾生有幾多 有償無償等一切諸法 什麼叫有償 什麼叫無償 自性有償 萬販無償 佛傳知道 徒弟書下 了了各自 孤命為佛陀 所以佛陀 真是無所不至 無所不能 由佛一切自慰 成就故 過去未來現在 盡不盡 共不動 一切世間 了了色智 孤命為佛陀 都是說明佛這個字 佛這個字 從泛文音譯過來的 在中國 找不到一個合適的字 來翻 因為它的意思很多 所以用音譯 然後加以註解 佛這個字 有智慧 有覺悟 有這些意思 知 有一切自 道種自 一切種自 各有自覺 有覺他 有覺幸圓滿 所以用這些話來解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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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故名為佛陀 世磚 犯名 博其犯 陰逆 為世磚 故號世磚 世磚 世是世間 尊是尊重 尊貴 尊貴 尊敬 世間人尊重他 尊敬他 為何 為何 他是個有道德的人 不單止有道德 願被眾德 他具備一切道德 所以世間人非常尊重他 稱他為 世磚 聖實論十號品裡頭講 如是九種功德 這個九種功德 是指前面九號 九種名號 他通通具足 於三世 十方世界中轉 三世過去現在未來 十方東南西佛 四圍上下 這樣就整個宇宙都包括了 在整個宇宙裡頭 一切眾生遇到佛 都會尊重 所以稱為世磚 世間 最值得尊敬的人 由自道論以佛為 第十號 以世磚為具 十號 尊得之總號 佛在第十號 大致道論 世磚是另外的 具足前面十號 具足前面十號 用世磚做一個總結 這個總結就是尊敬 我們現在在很多場合 前面開場佛裡頭 一定有很多參加的 有身份有地位的 我們都稱尊敬的某某人 尊敬的某某人 尊敬的某某人 這個就是世磚的意思 它是總號 與此開合稍異 異無不同 經常有開一號為兩號 有合兩號為一號 而是大致相同 十號 我們學過之後 我們看底下 住世道眾 這個佛號是佛的德 是佛的能 它的道德 它的能力 它的能力 具足圓滿 教誓 智慧 德能 你看他 在世教授四十二劫 是為諸天 及世人民 說經講道 這句話 我們的學佛同學 無論在家出家 要時時記住 諸佛如來 菩薩羅漢 他們在世間做什麼 就是時時刻刻 為六道眾生 說經講道 他們就是來做這件事 有用言語的 有不用言語的 有不用言語的 不用言語是做榜樣 做出來給你看 海慶老和尚 海賢老和尚 海賢老和尚 他不是用言語 他用身行 他將無量數經上 你 是 點點滴滴 完全落實在生活上 你看祂的生活就是无量仇敬 你看祂的工作 看祂主事代人摘脉 将无量仇敬表现在身上 我们要能 体会得到 要能看得出来 九十二年表演的生的无量仇敬 活活活活的 所以我们见到的公蝶之后 我非常赞叹 太难得了 我说那只公蝶就是无量仇敬 是无量仇敬的总结 总结在生活上 总结在工作里头 总结在处事代人摘脉 总结在修身齐家自觉平天下 是无量仇敬的 不可思议 在这个时候出现 世尊的发运 往后还有九千年 我们是抹发时期 抹发一万年 我们在第二个一千年 今年四十一年 往后九千年 地球上的众生 靠什么来得道 就靠这部经 为什麽这部经简单 容易 真容易修成 但是这部经是最难相信 特别是现在科学时代 南位 内佛祠那三位菩萨 为我们示焉 为什麽 不示焉 你跟他说 没有人相信 他不相信 做出来给你看 特别是表现 没有八苦 我们这些世间人 谁没有八苦 生老病死 谁能就得了 爱别离 怨憎憎恢 求不得 几乎 还有五音次性 他们三个人没有 这八苦 他们一条都没有 这是什么 八法教学的目的 八法教学的目的 帮助我们来虎得乐 来什么虎八虎 没有 得乐 真得乐 老和尚无论在任何时候 你看他笑咪咪的 一团不欢喜 所以男女老友 出家在家 见到他 没有说不生欢喜心的 一百一十二岁 自己照顾自己 不用人时候 我们这些世间人 七老八十 就要人照顾了 没有人照顾不得 这就叫尼虎得乐 从这里看 是真的不是假的 这些事情 世间 贫贱富贵 都无可能不免 淨土饭门 统统跟你免 老和尚 他们是新教 比研教的效果更大 我们天天在讲经教学 研教 要有新教的人 来做证明 大家相信 这个问题才能解决 我们看念老的注解 在世教授 四十二劫 是为诸天及世人文 说经广道 这里一开头 我们就见到 下面 我们地球上的人 寿命最长八万四千岁 最短的时候十岁 经常有一种说法 人寿 最少的时候是十岁 每一百年加一岁 每一百年加一岁 加到八万四千岁 就到头了 不再加一百年加一岁 不再加得了 八万四千岁以后 每一百年减一岁 又减到十岁 一增一减叫一个小劫 一个小劫 这么长的时间 所以人寿 地球上人寿 最长八万四千岁 这里说 世间自在王佛 在世教授就四十二劫 释迦牟尼佛在世间教学四十九年 港经三百余会说法四十九年 这个世界这一会 无比殊胜众业 人寿这么长 佛港经教学的时间内 我们要记住 佛弟子 尽可能去学 讲经 说经 讲道 是我们的本分 在家人亦要做 李炳南老居士在家人 夏连居老居士在家人 黄念祖老居士亦是在家人 真正菩萨大德 出家人应该说经讲道 在家人 在家人有这种能力 亦要参加说经讲道 报佛人 报众生人 自己做不到 现在科技发达 我们讲经 教学 录成的纲碟 造成的徐身厅 成本好低 有声音有文字 一个道场 每日时候到我们就播播放 欢迎大家来听一起学 当众有个人发生解答问题 就是领终 分寿 指导 指导大家修行 自己不用说 但是 要能做个好的指导 自己 必须 将这部经 至少要听三十次 听三十次 听熟了 人家一问你就知道 你就知道怎么解答 引起大众 学书 学习的兴趣 要做 我不识 无所谓 我先将光碟听三十次 然后就可以和大家分享 播光碟大家一起看 一起分享 非常受用 我们这次 今年 我们已经做过这种实验 很成功 所以我们有班 经学班 我们二四六 一个星期三次 一次两个小时 大家提出心得报告 共同分享 星期日 135 那四日 我们学经 我在这里讲 以后 讲经的人 越来越少 纲碟会起很大的作用 希望每个道场 每位法师大德 讲经 通通留下纲碟 纲碟好好地整理 将来都是教材 在这里 佛学院教学肯定是以这个时代的光碟作为基础 不单只佛法 世间教学 我亦有这种感触 二十年之后 大学里头还有老师吗 我的看法 是有根据的 这八年来 滑波 学述文化走下坡 一代不如一代 我们上一代 李老师 是 黎同我比的时候 我们就差很远 距离很大 我们的老师同上一代比 印光大士 原英法士 一代不如一代 我们底下一代 和我们比 又有差距 那怎么好 真有问题 所以 将来 光碟 会起很大作用 真正好学的人 离不开光碟 光碟要人代替 引导 有人 离协助他 作为光碟的座教 作为同学的教练 作为同学的教练 不可能 总得要 一百年 一百年 社会 一定要安定 社会不安定 一些办法都没有 社会一定要安定 希望这个社会 我们大家能觉悟 不要追求财富 要追求文化 特别是传统文化 要肯定 祖宗给我们有智慧 我们不及祖宗 孔子的论语 孔子的七篇 二千五百年前写的 现在有没有一个人能写得出来 没有了 这样说是真的 不是假的 怎能 藐视古人呢 要肯定 古人有超然的智慧 为什么呢 他们见性 他们为什么能 他心清静 他没有五欲六尘 他没有分别执着 他跟心性 和真心是通的 所以 从真心里头 流露出来的 真实智慧 超越时空 我们要明白这个道理 我们这一生 如果没有多少成就 未能 将古性绝学 传下去 我们怎么对得着造众 怎么对得着后代 承先啟号的大事 我们要承担起来 不承担也要承担 无话好说 要学佛陀 唱时间 为人民 说经不讲道 那能够社会 能够国家 能够世界 我们终极的目标 是求生静土 但是有生一日做一日 报佛人 好 现在时间到了 我们就学习到这里 在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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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听到哪里 大语 在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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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